众所周知,美国在疫情期间曾到中国购买过口罩 借此机会,比亚迪4月份获得了美国加州10亿美金的口罩大单 这份口罩大单给比亚迪带来了巨额利润,也赢得了口碑 然而,除了比亚迪之外,还有一家叫做金发科技的上市公司 也获得了美国10亿美金的超级口罩大单 5月18日,金发科技发布公告 其子公司,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与美国某公司 签订了一个价值9.75亿美金的口罩订单 合同内容约定,金发科技将出售口罩给美国公司 美国公司收到金发科技的发票后 将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预付款 这份公告对客户信息进行了保密 指示称,美国某公司并未透露具体的公司名称 同时,也对这个合同的执行风险进行了警示 订单金额较大,分批生产,分次交货,分担结算 预计持续交易期限达三个月 同时,客户受益情或市场影响因素 后续可能提出调整或取消部分订货 以及修改发货时间等 总之,这份公告给人的总体感觉就是不太靠谱 这里介绍一下金发科技 它是一家改性塑料的化工企业 也是业内的龙头企业 2004年6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疫情爆发以来 金发科技也抓住了机遇 参与了聚品锡和口罩的生产 这些新业务让金发科技大赚了一笔 财报显示 2020上半年改性塑料贡献的营收 达92.48亿元 占总营收的54.6% 其中,金发科技的医疗健康业务 便是口罩、熔喷布 于2020年上半年贡献了16.3亿元的营收 口罩、熔喷布的毛利率高达82.88% 堪称暴利 据财报显示 金发科技的口罩类产品 共销售3.92亿只 销售区域包括六大洲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20年半年时间 金发科技净利润24亿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将近19亿 与大部分公司受疫情影响 业绩下滑相比 金发科技的业绩放在A股市场 也算得上非常亮眼 金发科技公布了10亿美金大单当天 股价跳空高开 随后拉上涨停板 然而 没过几天 围绕这个大单 出现了一系列的怪事 金发科技发布公告后五天 这个大单就出现了问题 5月23日 金发科技又发布了 关于此公司签订特别重大合同的进展公告 公告表示美国公司收到发票后 因资金归及及大额支付流程 订单金额40%的前期款项支付将稍微延迟 合同是签订了 但预付款没有收到 这个合同就更加让人生意了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三天之后 也就是5月26日 金发科技又发了一则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变动的公告 董事兼副总经理宁鸿涛 辞去了 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等职务 值得注意的是 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就是签订 10亿美金订单的合同主体 而宁鸿涛是这家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 签了大单 给公司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却在大单未收到预付款后 突然离职 不禁让人一斗从生 此后 这个大单一直没有进展 最终 在8月9日 金发科技发布 关于此公司 特别重大合同终止的公告 公告表示美国公司 一直没有支付40%预付款 多次联系 美国公司之后 对方也没有回复 是否继续履约 因此合同订单终止 这场面就尴尬了 10亿美金大单的牛皮 吹出去了 结果人家美国客户 既不打预付款 也没说不要货 一直拖到合同终止 另外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 口罩订单 金发科技从未备货 8月10日 金发科技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笔订单 严格按照合同进行 但因对方 未支付首期订金 目前订单 尚未开始生产 有投资者质疑 一份还未支付订金的合同 没有约束力 随时可能取消 上市公司 将这样的合同 公之于众 是否有操约股价的嫌疑 然而 这的确让人生疑 签了一份大合同 发公告 居然连交易的对手 都一直未公布 发票开出去之后 客户一直不给预付款 立了大功的 子公司总经理 又突然离职 这么多怪事 联系在一起 不禁让人狭想 这份合同 是否真实存在 合同丢了 但金发科技表示 并没有对公司造成损失 没收到预付款 也没有启动生产 虽然钱没有赚到 但股价起码是 实打实地涨了起来 受10亿美金订单的 利好消息刺激 金发科技的股价 由发布消息时的 13元 最高上涨到 19.13元 此后便开启了 慢牛行情 5月18日 至8月10日期间 最高涨幅一度超 58.8% 2020年以来的涨幅 更是高达 131.4% 由此看来 该订单 还是让金发科技 受益颇风 然而 仔细深挖下去 金发科技的怪事 可不仅如此 金发科技 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和其创始人 袁志敏 离不开关系 袁志敏 毕业于 北京理工大学 是当时国内第一位 祖燃材料的硕士研究生 他找到了 材料改信的方向 是一位 优秀的创业者 他的商业嗅觉 也很敏锐 但在2019年 袁志敏就因涉及内幕交易 被证监会处罚 有了内幕交易的前科 广大股民怀疑他 涉嫌操纵股价 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次合作买卖双方 没有损失 但那10亿美金的 超级口罩订单 让股民们蜂拥而入 是不是有意抬高股价 割韭菜 这会不会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 美国买家 如果真是给金发科技设下的局 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呢 口罩还是现金 还是美国买家 就是一家上市公司 要在美国 拉伸股价欺诈股民 很显然 至今美国买家 没有得到一只口罩 也没有 让金发科技倒贴钱 为了炒股票 设下骗局的 在A股大有人在 最典型的 莫过于行销刚购 曾经 行销刚购 极其无名 但股价就是 不断的暴涨 为什么呢 因为行销刚购当时声称 正在做一个超级项目 股价飙涨的过程中 行销刚购 将事情娓娓道来 说跟一家叫做 中国国际基金的公司 签订了 安哥拉共和国的安居项目 听上去 好像很厉害 行销刚购的股价 也因此持续拉升了 470% 那行销刚购的骗局 是怎么被戳破的呢 安哥拉当时整个国家的GDP 才470亿美金 行销刚购的订单 就占到了GDP的 9.15% 可能吗 更开玩笑的是 听上去很唬人的中级公司 其实就是一个 草台班子的野级公司 其实 行销刚购的骗局 非常拙劣 可就在A股真实地上演过 那么 金发科技的订单 如果是出于商业机密 或者是双方约定的 保密义务 上市公司 拒绝披露买方信息 那么谁能保证 金发科技的美国合同 不是第二个行销刚购的 安哥拉项目呢 广东金发在跟美国买方 沟通了几个月 所有的沟通文件 有没有向交易所进行备案 除了行销刚购 想当年 银广下的那些 国际皮包公司买家 让多少中国投资者 血本无归 几十上百亿的 超级订单 一纸公告 让市场热血沸腾 一纸公告 又让数万股民坠入云端 假设美国买方 就是一个皮包公司 只是跟金发科技 签署了一纸 毫无约束力的所谓合同 那么股民的损失 谁来负责 请不吝点赞订阅